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仪形态就是行著作为要有礼容 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人不太懂得礼容了 以至于我们演古代的电影 那些演员们都一个在哒啦哒啦的 注意那不是周贵族 我们不说周贵族 老板的林泽徐是赵丹演的 赵丹的一举手一投足 一撩衣服一说话一拱手 你看到的是一个倾差大臣 我们天朝 自古以来就不出产鸦片 贵国的政府为了要贪图厚利 不惜损人利己 松拥你们的商人 私命鸦片到中国来卖 对 因此贵领事呢 你是有责任独催贵国的商人 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搅来 对不起 我的责任只是保护 帝国商人的安全 你要保护贵国商人的安全 可是鸦片之害可以亡国灭掉 我也不能不为我们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家姓名来照相 鸦片一日不断 我一日不离往头 那么这是一套礼容 我们刚才说林泽徐赵丹演的是钦柴大臣 后来我们又演员 演林泽徐撑死了演出了个处级干部 为什么 他举手投足就是处级干部这个项目 这就是我们不太重视这些东西 隔膜了 比如说我们要举的例子 《仙领九礼》是周代很多时候即兴的一次典礼 所以这次典礼的时候从客人来 主人开始进大门迎接就开始了 怎么做衣 怎么谦让 怎么上台阶 谁先上谁后上 这套规矩不能出错 所以典礼是一套繁难的繁重的什么 繁重的一种有韵力的活动 所以我们看到春秋时期 你看红色的学生 孔子孔努力辞 看人典礼 这个老贵族 五十多岁老贵族 平时不注意身体 整天吃肉 喝酒 五十多岁 什么心血管病 高血压 都来了 典礼在这儿功功敬敬 行礼 起来起来 有些人就定不住了 所以孔子孔说这个人完了 活不久了 果不其然 过两天死了 孔子还批评了乌鸦嘴 实际上不是他乌鸦嘴 是典礼太繁重 相应酒礼 我们举一个例子 相应酒礼 把客人请过来以后 主人 把这中国这个房子 盖房子 我们都是坐北朝南 主人一定要朝西坐 坐东下 客人朝东坐坐西下 就在那个堂上 主人第一个步骤 干嘛 要拿起酒杯来 从筐里边拿出来 因为筐里边 有尘土啊 怎么办 要去下堂 给客人到那个 到下边 专门设一个水台子 实际上有专门洗的人员 拿下去 干嘛 要给客人亲自洗这个杯 就这个过程当中 你主人给你洗杯 你冰不容在那愣着 要起来 要牵让 主人一看对方 要抢活干 要向对方回礼 注意这个回礼 每一次都要把这个杯子放下 就是坐下 古代所谓坐 就是跪下 他就整个的把这个酒杯 拿下来 到了洗台子那个地方 把这个杯子洗完了以后 把水扬干净了以后 回来 把酒蒸上 这个过程当中 主人要跪八次 跪下来 牵让 站起来 拿起杯来 再跪下 冰多少次 六次 互相之间 你拜我 我拜你 四次 凡然的礼仪形态 这个礼仪形态 注意 他造就人的 敬 什么叫敬 就是敬业认真 我们这个当今人群 认真俩字 在很多地方是被忽略了 做事仔细认真 我们就看电影吧 就不至于造这个景 一看是假的 不认真 敬 就是事事要注意细节 注意认真 注意他会造就贵族 行住坐卧 都有个样子 我们经常说 你看站没个站下 坐没个坐下 一点样都没有 老贵族不是 你看春秋时期 打仗 一般贵族在左边 右边大力士 拿着枪 所以中国这个战车都像 都像左拐 为什么 好给大力士蹭地方 结果有一次 有一个晋国大将军 叫韩爵 晚上他爸爸给他托梦 说明天 你打仗的时候 你别站在左边 左边准危险 你跟大力士换位置 你或者在中间 驾车的那个位置 结果他老先生听了这个话以后 第二天打仗的时候 就坐在什么 大力士这个位置上 就开始向前追敌人的时候 敌人的战车 正好是齐国的君主 就往回看 往回看的时候 这个人一看 虽然他换了位置 但是这个人一看就说 右边那个 右边那个是君子 贵族 这什么意思 平时行住坐卧这套规矩 讲清楚了以后 你丢不掉 你在哪 都拿着这个架势 过去史记里边 我们拍电视 也有这个情形 汉武帝 见匈奴人 见外国人 让韩爵扮汉武帝 结果人家最后就说 我怎么看 韩爵不像汉武帝 汉武帝身边 那个侍从向汉武帝 为什么 这就是一种 平时训练的期待 所以礼乐非常讲究 这套形态 同时 礼乐 还是个精神活动 这就是歌唱 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段材料 这是我们举 香饮酒里里边 一个小片段 主人给客人敬酒 客人给主人敬酒 然后大家再一起 研酒 这个活动 繁琐的活动 举行完了以后 注意你以为该吃饭了 没有 这会儿 弓 四个月弓 瞎眼子 两把色 都是瞎眼的 上哪儿 上了糖了 往这儿一坐 这一定要有人扶着 然后就开始唱三首歌 陆鸣 四母 黄黄者花 大家去打开书 看看三首歌 占了多少句子 这几首歌唱 他总不能用 刷布的这种 刷布的这种速度唱 一般的速度唱下来 大概得十几分钟过去了 唱完了 主人拿一杯酒 献给瞎子意味 谢谢你们 歌很好听 这个时候 那个功的头要站起来 要把这个酒接过来 不用 接过来不用站 然后 喝完了 放下 接着 唱完了三首歌 这个时候 还有吹声 声 就是一个葫芦 插很多管子 有些露出去 一吹 现在还有这种乐器 然后庆也来了 实际上中午早就摆在堂下 在堂下呢 这个时候堂下 声和庆也进来了 就开始了 就开始他们庆和声就演奏 南盖 白华 画鼠 三首曲子 这三首曲子 今天在诗经里保存的题目 没有词 没有词 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 它是曲子 早就丢了 这个词 然后主人干嘛 主人在台阶上 西阶上 向这些乐工们吹和敲的 献一杯酒 然后 这就开始声歌 就开始干嘛 声歌节目结束完了 剑歌 什么叫剑歌 就是堂上 瞎子唱鱼笠 堂下的乐工唱油耕 堂上的瞎子唱南有家鱼 堂下用声吹重秋 堂上再歌 南山有台 台下再唱鱿鱼 唱完了 什么叫尖歌 尖歌就是轮替着唱 堂上唱一首诗 有词的 堂下吹奏一首曲子 相见而行 唱完了就完了吗 不 要合乐 有些时候还叫歌相乐 就是周家 周家直属地区的这些什么 这些国锋 要唱六首 前面三首 周南里是关居 葛谭 拳耳 少南里边是雀巢 采凡 采平 这几首歌唱完了以后 又一大段时间过去了 所以这是一共唱了十八首歌曲 一上午又多长时间 繁琐的歌唱 唱完了 这个时候乐工 像乐正 其实是小官员了 典礼中小官员说 正歌背 哦 行了 所有典礼唱歌 唱完了 这个 这就是我们从看这段文字 就看到的是礼和乐之间的关系 就是歌唱是附着于典礼的 这个典礼的意味到底是什么 是由歌唱来表现的 这个我们回头会研究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歌唱 它到底给这个典礼提升了哪些意味 这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诗 注意 我们一开始就说 诗是附着于歌唱的 你看 陆明 四母 黄黄折花 这是三段唱 一口气下来 注意 把一个诗一手一手的读 跟别的诗不相干的去读 和把它们三手联合起来读 你的阅读单元不一样 你获得的意味也不同 所以我们强调 为什么一上来就强调诗 不是一首一首摆在那的诗 而是当年歌唱的时候是几首诗连着唱的 为什么要连着唱 诗与诗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呼应 这个阅读单元可就大了 你在读出来的意味可就不同了 这我们下面会谈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给大家造成一个印象 就是诗和礼乐是密不可分的 后来礼坏了 乐崩了 乐谱子没人传了 礼也没人点了 剩下词 我们后来把它转写成文字 从儒家开始研究它 里边的含义 但是往往就把它作为单篇来研究 这就是历史的变化没辙 因为古代的乐谱没啥表现 周贵族完了 他的典礼也就完了 所以礼乐文明是一套礼仪形态 这套礼仪形态就是包括了礼的 礼容也包括了歌唱 还有礼乐代表一种进步 而这种进步主要表现为珍惜生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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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